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反复确认过它不是在装死也不是脆皮之后 我决定把它做成标本 这是我第一次开到闭日竹 心情莫名的有些小激动了 这个腹部的皮真的是非常薄 厚度大概不及骨鸟柱的一半吧 不只是腹部 全身的外骨骼都非常薄 解剖时要格外小心哦 不同于骨鸟柱的白浆 它的脏气体也都差异乎乎的 里面的软组织也都不一样 啊对了 我不该拿捕鸟柱做对比的 因为闭日竹根本不是蜘蛛啊 在躯干和腿部都注射酒精 由于腹部的皮太薄 我试着在酒精中操作 塞棉花填充腹部 然后开始整姿 做一个张开穴盆大口的姿势吧 彻底干燥硬化之后拆针 彻底干燥硬化之后拆针 闭日字面意思帕尔光夜行星 生活在干热地区 我这个应该是缠自新疆的 新疆的朋友可能会经常见到吧 羡慕了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这一堆 潜壮熬植 食欲极其旺盛 吃东西就像莫得感情的绞肉鸡 各种昆虫甚至小型蜥蜴都能干掉 但是消化能力又很菜积 吃撑了分分钟暴毙 身体也很柔软 湿度高了低了也很爱暴毙 如果说狐鸟猪褪皮如肚竭的话 对闭日猪来说就是肚九重天节 褪皮时间可长达几周 状态如同化涌 只有腹部会动 成功了要及时照料 否则饿死 不成功就会保持那个涌的样子 躺在自己挖好的坑里 饲养难度还是挺高的 虽然野外很常见 长得有点吓人 跑得也很快 但是不用害怕 它是无毒的 近距离观察 它身上并不是光秃秃的 而是布满了肛毛 类似平衡棒的感应器光上的毛 有几成 好了我们把它放到标本框里吧 这个满了哦 不用买了一个 分一下类 有翅膀的注意尖吧 用标本真固定一下 要跟新室友们好好相处哦 不要发霉了 谢谢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你的关注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感谢观看